大家好,我是刘亦 华旦虾仁是一道很有特色的地方美食 过年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华旦虾仁的家常做法 华嫩鲜香,老少煎鱼,好看又好吃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您一定能够学会 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虾仁100克 最好是选择比较大个的虾仁 这样做出来菜品看着有档次 正经的母鸡蛋五个 鸡蛋在食用之前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表壳清洗干净 装入一个比较大的盆中 放入适量的盐,然后倒入温水 先浸泡上 通过浸泡,这样能够将鸡蛋表皮清洗得很干净 接下来处理虾仁,一定要把虾馅处理干净 要不然吃着会牙层 我今天买的是开背虾仁 不过里边还有一些没有开背的,一定用刀片开 这样做出来成型好看,而且腌制的时候很容易入味 把处理好的虾仁,倒入清水中,清洗干净 虾仁切记不要浸泡,会失去很多的鲜味 只要简单清洗即可捞出,一定要把水分挤干 接着准备一个小盆,放入10克的玉米淀粉 然后用水先浸泡上 这就是水淀粉,炒滑蛋虾仁必须放入 目的是让口感吃起来更加的滑嫩 用勺子搅拌均匀,先放一旁 接着把挤干水分的虾仁 放入厨房用的纸巾或者是干净的毛巾中 把水分一定要蘸干一点 这个目的是让虾仁在腌制的时候能够很好的入味 上粉的时候不易脱粉 然后放入盆中腌制底味 放入适量的盐,少许的胡椒粉 适量的料酒去腥 少许的香油增加香味 用手慢慢的抓拌均匀 抓拌至看不见汁水,虾仁表面起黏 放入少许的玉米淀粉抓拌均匀守住水分 通过这样的腌制下热口感吃起来鲜嫩抠均匀 放拌均匀后先放一旁 小葱几根清洗干净切成葱花 增加香味又搭配颜色 也可以用蒜黄或者是酒黄 提味的效果也非常不错 切好后放入盆中 鸡蛋通过10分钟的浸泡 可以看一下稍微清洗表面这些脏的物质 就能够很好的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捞出控干水分 接着准备一个比较大的盆 把鸡蛋用左手打入盆中 调味放入适量的盐 半勺的胡椒粉和料酒适量 少许的白醋去腥 而且可以使炒出的鸡蛋更加的鲜嫩蓬松 最后倒入提前获好的淀粉水 然后用筷子慢慢的搅拌均匀 有条件的可以再放入一些牛奶 口感和营养都会更好一点 搅拌至鸡蛋冒泡就可以了 食材准备好后 下面开始起锅烹饪 起锅烧水 先来汆烫虾仁 水开后关中小火 下入腌好的虾仁 最好是像这样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 这样成型好看 不易粘连 全部下完后 先静置五秒钟 让虾仁进行 再用勺子稍微推动下 让其受热均匀 汆烫的时间不要太长 要不然口感吃着不鲜嫩 开锅后汆烫十秒钟即可捞出 汆烫好的下饵 控去多余的水分 然后倒入蛋液中 用筷子稍微搅动下 接着另起锅把锅烧干 烧至锅底发白冒烟 放入少许的植物油 一定要把锅润透 这样炒制的时候才不会粘锅 盛出多余的热油 先放一旁 再放入少许的凉油 做这个菜火切就不要太大 油温不要烧的太高 大概100度 然后把鸡蛋和虾仁倒入锅中 用勺子或者是锅铲 像这样转圈慢慢的推动 这时候的火一定要开到中小火 这一步保持中小火 大概需要一分半钟左右的时间 切记不要用勺子来回不停的推动 那样炒出的鸡蛋会非常的碎 锅中的鸡蛋液稍微定型后 这时候把火关掉 利用锅中的余温 再用勺子慢慢的推动 这样炒出的鸡蛋 口感吃着又滑又嫩 鸡蛋液完全定型后 撒入小葱花 稍微翻动两下 即可出锅装入盘中 如果是用酒黄或者是蒜黄 则需在炒制的时候就放入锅中 哇 这颜色看着就非常的鲜亮 有食欲 尤其是小孩和女士特别喜欢吃 清淡又不是营养 做法非常的简单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鲜嫩爽滑 营养又美味的滑蛋虾仁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 请关注刘亦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 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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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